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9月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稿文播报 我是Cherry 温哥华警察局BPD表示 在9月4日清晨市中心发生了两起无端的随机袭击事件 一名男子死亡 另一名男子严重受伤 温哥华警察局局长亚当·帕尔默 在下午1点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些袭击事件动摇了公众的安全感 帕尔默说 这样的袭击事件动摇了我们共同的舒适感和安全感 我们很感激 我们的警员迅速将嫌疑人抓捕 警方表示 早上7点40分左右 他们接到报案称 在靠近理查兹街大教堂广场和邓斯密尔街附近 一名男子遭到了袭击 警员发现一名50多岁的男子被刀袭击 头部流血 一只手被砍断 VPD表示 该名男子被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治疗 预计能够生还 不到10分钟后 警员被召集到西乔治亚街和汉密尔顿街附近 另一名男子在伊丽莎白女王剧院附近遭到袭击 急救人员未能挽救男子的生命 警方尚未确诊其年龄和身份 但帕尔默表示 该男子大约70岁左右 帕尔默表示 调查人员已经确诊这些袭击是随机且无端的 虽然我们还需要时间才能找到所有的答案 但目前来看 受害者与嫌疑人并不认识 我们认为这些袭击是完全随机的 温哥华市长沈关健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 并对事件的震惊感到不安 他说 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社区发生 令人深感不安 VPD声称 嫌疑人是一名34岁的白石镇居民 已被拘捕 帕尔默表示 调查人员正努力向BC省检察部门提出严重指控 警方尚未公布嫌疑人的姓名 因为他尚未被指控 帕尔默称 此人似乎问题重重 他有多次与精神健康问题相关的事件 导致在大温哥华地区 有超过60次与警方的记录接触 帕尔默还透露 嫌疑人此前有过攻击罪的前科 并且在被捕时正因2023年的一次攻击指控 处于缓刑期 目前约有90名警员参与了这起案件的调查 但尚未确定袭击的动机 警方呼应目击者或任何有信息 但尚未提供的人 拨打6047172500联系VPD凶杀组 省长引大卫承认 周三在温哥华发生的事情 让人们感到震惊和恐惧 同时也对公众安全发表了更普遍的评论 这显然是对那些 在温哥华市中心正常生活的人们的一次恐怖袭击 这真的令人沮丧 他说 我们在减少陌生人袭击 和减少本省暴力犯罪方面 取得了很大进展 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事 这再次深深地动摇了人们的信心 这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 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一群居住在冰顿公园附近的居民 呼吁市政府停止允许 在公共绿地举行宗教仪式 因为此前在今年夏天举行的一场嘈杂的活动 吸引了几十名鼓手和参与者 冰顿居民辛格在周三的冰顿市议会上说 这是一个公共公园 我希望它作为一个公共场所使用 而不是用来进行宗教活动 这是我的担忧 辛格是三位向市议会投诉冰顿公园 被用于宗教活动的当地人之一 这些投诉是在7月13日 于冰顿的至圣薄加凡歌公园举办的第三届 薄加凡歌节后提出的 这一印度教庆典 吸引了数十名参与者进行游行和打鼓 辛格表示 住在附近的居民有几个小时无法使用公园 辛格向市议会展示了一段活动的视频 并请求议会考虑修改冰顿的法规 以禁止在公共公园内举行宗教仪式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冰顿是安省文化最多样化增长最快的市政区之一 全市有超过20种不同的宗教信仰 下集冰顿的节日和宗教活动十分的普遍 冰顿市长Patrick Brown一直坚定的捍卫宗教自由 甚至推动该市采取有争议的行动 未在魁北克争取宗教自由的团体提供财政支持 2022年这座公园 由市政府命名为至圣薄加凡歌 以纪念薄加凡歌 这部来自印度的七百节印度教圣典 并设有印度教雕像 2023年该公园还曾遭到过破坏 似乎是针对冰顿印度社区成员的行为 辛格的提案已被接收 但没有任何议会成员指示工作人员 就禁止在公共公园举办宗教活动的请求 才去行动 要知道购买一个完全符合自己需求的床垫 似乎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不仅要找到正确的尺寸和硬度 还必须确保是由安全舒适的材料制成的 现在有一名网友声称 自己从Costco购买的床垫 使他们患上了疾病 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事情是这样的 TikTok的网友House of Lola 在几个视频中解释说 自从使用了Costco购买的记忆泡沫床垫后 他就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 据他描述 这款床垫的品牌是Blackstone 在整段视频中 他谈到了因睡在这款床垫上 而出现的各种症状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 就像在坐过山车一样 这非常令人难受 因为我的精神一直很紧张 任何一点声音 任何一点小事都会吓到我 他解释说 我猜我的皮质纯水平非常的高 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奇怪 令人沮丧的是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 我曾经很喜欢锻炼 但当我经历这一切后 我几乎连绕着街区走一圈 都感到很费劲 很快就会气喘吁吁 心跳加速 有几次我觉得自己几乎要昏过去了 视频的最后 他建议那些使用记忆泡沫床垫 枕头或其他记忆泡沫产品 并出现类似症状的人们 也要先弄清楚这些产品 是否也导致他们出现了这类问题 至于他是如何确定床垫是根本原因的 他在评论中写道 我做了所有的体检 结果都是正常的 最终我找到了一位自然疗法的医生 他给我做了测试 并给出了这个答案 此外 他还描述了测试是如何进行的 医生给我做了脉搏测试 同时使用了一个记忆泡沫枕头 脉搏测试包括检查脉搏的特性 例如脉搏速度 以确定可能的健康问题 他还表示 医生之前也曾遇到过 阴床垫出现同样症状的患者 因此他在办公室中 放了一个记忆泡沫枕头 我拿着枕头 他测试了我的脉搏 我的心脏反应很大 对于这件事 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 在评论区很多人 分享了自己对他经历的看法 看了你的视频 我心里一惊 我醒来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曾试图向医生解释 他确实说 这可能是我的肾上腺有问题 但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床垫 我是在20年买的 一名网友说 我有一个记忆泡沫枕头 现在我患有眩晕症 我生病了 另一人说 床垫在哪些情况下 会导致生病呢 在某些情况下 床垫确实有几种方式 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例如床垫会吸附灰尘 和其他过敏源 考虑到床垫的清洁难度 这些可能会引起人们 睡在床上的不适反应 此外 记忆泡沫床垫的制造 涉及多种化学品 包括二液禽酸质 甲本二液禽酸质 甲本多元醇等 有些人认为 这可能是一种理论上 被称为多种化学物质 敏感性 MCS的疾病 虽然它目前尚未被认定 为一种医疗状况 但对于患有MCS的人来说 接触美容产品 经节产品 或汽油尾气等物品中的化学物质 都可能引起不良的反应 此外 其他一些问题 也可能导致这种症状 例如贫血 高血压 或处于绝晶期等 2022年底 一名大多伦多华裔男子 清晨在开车上班的途中 被一辆在401高速公路上 逆向超速行驶的车辆状上 不幸身亡 此案近日刚刚结束了审议 下周还将继续进行量行听证会 遇难司机的家人们 发表了沉痛声明 据Global News报道 大多伦多惠特比的 55岁水管工宋丹阳 是家里的支柱 他当时即将退休 期待能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妻子和三个孩子 然而 在2022年12月的一个凌晨 宋丹阳在上班途中 被一名在401号高速公路上 逆行超速的醉酒司机撞死 梦想破灭 周二 在安大略省奥沙瓦的法庭上 他的家人谈到了 宋丹阳作为家里支柱的生活 回忆起2022年12月30日 凌晨5点左右 这位惠特比男子的梦想 是如何在一瞬间被夺走的 大儿子宋泽涵说 那天本应该是快乐的日子 他的父亲计划工作半天 然后回家开始庆祝新年 泽涵对安大略省法院法官 Peter West说 由于某人酒后驾驶的鲁莽决定 导致我父亲在高速公路上 与逆行者发生了碰撞 12月30日凌晨5点刚过 警方就被叫到了车祸现场 迅速赶往了Pickering的Brock Road 附近401号高速公路的西行车道 助理检察官Miam告诉法庭 沙玛吉尔克斯在西行车道上 向东行驶 完全无视公共安全 发生了两起碰撞 第一次是与一辆本田思域相撞 第二次是与宋先生驾驶的大众汽车相撞 尚描述了一段视频捕捉到了黑色轿车逆行的画面 尚在法庭上说 你看到人们朝他闪车灯 但那辆车却一直不停地行驶 没有反应 没有刹车 直到撞击发生前一直保持稳定加速 尚补充道 并表示 吉尔克斯不仅杀死了宋先生 还重伤了一名28岁的警校学员 当时他正在去警察学院的路上 现年27岁的吉尔克斯今年5月承认 酒驾致人死亡 酒驾致人身体伤害 和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的三项罪名 尚建议判处8年监禁 并告诉法官West 加重处罚的因素包括吉尔克斯驾驶方式的极度危险 他说 吉尔克斯从Liverproof Road驶入扎道向东行驶 他的血液酒精浓度为每100毫升血液140毫克 而法定上限是80 吉尔克斯的律师约森芬 巴尔达西最初建议判处缓刑 称他的当事人是一个年轻的初犯 他已经认罪并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他还说 他对这一事件深感懊悔 在法官West告诉他 在这种情况下 缓刑的判决是不合适的之后 巴尔达西表示 四年的监禁是合适的 量刑听证会将于下周继续进行 宋先生的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表示 他们将重返法庭寻求正义的伸张 我的心里非常的愤怒和怨恨 为什么我的家人没有做错任何事 却要背负这样重担一辈子 沙玛基尔克斯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所作所为 爸爸我们都爱你 我们非常想念你 宋的女儿 Jelly在法庭外 读着她的受害者影响陈述书说道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